为提供同学们更加安全的通学环境 华联市公所特别向中央争取经费 改善民意国小周边人行步道 从5月中旬开工分别为三个工期 并针对周边三处路口重新规划动线 预计在今年11月底前就能够完工 让同学路段更加安全友善 民意国小是华联县学生人数最多的小学 每到了上下课时间总是挤满人车潮 但学校周边既有的同学步道已经建置多年 陆续出现破损不平整的情况 而在动线规划上也不符合无障碍的规范 为了提供学制更安全的同学环境 华联市公所特别向内政部争取计划经费 获得2200万元办理民意国小同学步道改善工程 除了将退缩学校围墙增加步行空间宽幅 也针对周边三个路口重新规划动线 让孩子们的同学路段更加安全友善 也希望说在暑假过后 那这个学校这边的一个阶段 能够尽快的不要影响到大家再送的一个部分 那也希望说未来 那我们里面这个围墙的部分 可能会人行道会非常的好走 那之后也会连接到我们的一个民国路 那跟林神路会做一个相同 那在此跟我们所有市民朋友做一个报告 那之后也会有很多陆续的一个学校 都会做一个人行道的一个同学的一个部分 那请大家也再拜托大家 那有在其他的学校 例如我们美轮 那国风 那花商等等 那可能都会做一个人行道的一个施工 而县议员魏嘉贤也特别到场 关心行道树的议题 希望能透过与环保相关单位的沟通 来减少通行上的安全隐忧 我们可以看到大王椰子树造成的学童在上课 有可能会被落叶或椰子树砸到的一个状况 那再来就是黑板树好了 黑板树在每当台风季节的时候 只有可能会拦腰折断 那对我们来讲怎么样减少这些 那未来我们对保安小组 也会透过环保局各个单位 来做相关的一个沟通 希望大家能够达到相同的共识 那保护好路数是我们的责任 但是保护好学生也是我们的责任 这项工程范围三期 从五月中旬开工 目前第一期已经将临盛路口 直校门口人行道打除 拆除既有围墙 并正在施作围墙基础 而第二期施作范围 包含对象及校门口前 至民国路口直人行步道 将在暑假期间施作 至于第三期则将工程 延伸至民国路与自由接口 预计在今年11月前就能完工 记者徐立琴 华联士报导